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Cat 德國總理索爾茨前往肯亞和埃塞俄比亞訪問 歐洲正努力與全球南方國家取得聯繫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已經先行一步 加入美國對抗中俄等獨裁政權 對非洲大陸的滲透 德國政府相信 與中共相比 歐洲可以成為非洲更好的合作夥伴 索爾茨5月4日啟程 在為期三日的行程中 推進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和合作協議談判 在中共日益大比全球威脅之際 美國和歐洲也開始與全球南方國家加強關係 彭博社報導 參與籌備此行的官員說 在埃塞俄比亞和肯亞的會談中 索爾茨希望討論減少債務挑戰 以及北京在這些努力中的作用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中國非洲研究計劃收集的數據 肯亞和埃塞俄比亞 一直是中共在非洲大陸最大貸款接受國之一 這個包括了為肯亞獨立以來 最大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 一條連接奈羅筆和蒙巴薩的鐵路線 該項目後來遇到再融資的問題 最近數據顯示 中共備受爭議的一帶一路倡議 在薩哈拉爾南非洲的投資 2022年跌至新低 上海復旦大學 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 最近一份報告顯示 2021年至2022年間 中共對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下降了55% 減少至75億美元 而美國和歐洲正在增加對非洲資金投入 試圖減少非洲對中資的依賴 俄烏戰令德國從過度依賴俄羅斯能源中吸取教訓 柏林正在努力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 同時希望確保在友好第三國 擁有可靠的供應鏈 這次陪同德國總理訪問非洲的 還有一個大型商業代表團 索爾茨將會利用此行深化貿易關係 並討論綠色氫氣能源方面的合作 德國工商會對外貿易負責人 玉爾·克特雷爾告訴彭博社 對於德國公司來說 推進與非洲經濟關係非常重要 而且考慮到當前地緣政治挑戰 我們應該利用所有的機會 令德國公司提供 德國公司特別希望在製造業和食品生產方面 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但亦希望在可載生能源和氣候友善技術方面 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肯亞外交部長穆圖亞 告訴彭博社 索爾茨和那麼多企業高管一同來到肯亞 是一個大好跡象 在內羅北會議期間 德國希望 歐盟和肯亞之間的協議可以作為一個跳板 在歐盟和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之間 達成更廣泛自由貿易協議 日經新聞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5月4日在莫生比克首都馬普托說 七國集團領導人 將在即將舉行的廣島峰會 展示對全球南方的更大參與 尋求加強七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聯繫 本次出訪是岸田自2021年10月上任以來 首次非洲之行 專家分析 岸田在G7廣島峰會前夕訪問非洲 有俄烏戰爭和美中競爭兩大背景 既在抗衡中俄拉攏全球南方國家 同時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外交政策 岸田說 日本認為非洲是一個可以共同成長的夥伴 希望深化與該地區的關係 重點是對人和增長質量進行投資 岸田在訪問期間 呼籲為非洲基礎設施發展 提供透明和公平的資金 敦促採取可持續增長方式 培養人才並考慮到財政挑戰 美國和歐盟最近宣布有意加強對非洲大陸投資 2022年 美國加入了其七國集團的6,000億美元 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貨伴關係 歐盟也宣布了一項新的非洲政策 根據日方的總結 俄烏戰持續之際 岸田在與莫桑比克總統紐西會談中說 日本與莫桑比克一致認為 俄羅斯的核威脅不可接受 蘇聯曾支持莫桑比克獨立鬥爭 這個非洲國家至今仍然與莫斯科聯繫密切 加納總統阿富福亞多和肯亞總統威廉·魯托 在與岸田的會談中重申 反對俄羅斯入侵穆克蘭 在與阿富福亞多會談的過程中 岸田同意啟動一個框架 幫助加納年輕官員到日本學習 鼓勵日本初創企業向肯亞發展 以及在太陽能和地熱等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合作 日本外相林方正也正在拉丁美洲和加納比地區進行訪問 這個亦是與全球南方國家接觸的一部分 並將在特勒尼達多巴哥、巴巴多斯、秘魯、智利和巴拉圭停留 全球南方是指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集合 很多全球南方國家擁有寶貴的自然資源 但他們與美國關係較疏離 中俄則通過經濟援助或提供武器 對這些國家施加影響力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上任以此 即展開對非洲五國為其8天的訪問 中美在非洲的較量已經擺在桌面 從1991年以來 中共外長每年年初外訪的第一站都是非洲 中共在非洲大擴張 發取經濟利益、戰略利益 並施圖與美國競爭 在中共成為競爭對手和全球威脅之際 美國正將注意力透向被其長期忽略的非洲大陸 以壓制中共進一步滲透非洲大陸 2023年以來 美國政府要員頻繁訪問非洲 先是財政部長耶倫在1月20日訪問非洲 展示了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110億美元的承諾 和千年挑戰公司 Magnonium Challenge Cup 在14個非洲國家的30億美元項目 接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3月前往埃塞外比亞 然後前往黎日爾 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則於3月較晚時訪問非洲三國 顯示美國希望加強與非洲的夥伴關係 以對抗中共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 事實上 自2019年12月以來 美國國會一直在支助一個反中國影響力基金 幫助挑戰中共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影響力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志大紀元記者李賢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amos咱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